台湾波色沙山经济学会 優先环境日新外 和李山离海港做事 来到星期在今地区的浪风里面 既队为独自派 能做窃市地外团 因为在独自派的山西当中 没有一个较優先的所在 让他们效果 因此就着这次外团 没有一个环境资金 找湿海口手机和窃盘的插头 来为独自派 能做一个安心的窃市地 在外面上 可以看到一个团队的环境资金 围着一张桌子 听到江苏、黄建雄 跟他说如何来为我做争修 并且也为生活在渡市 找不到地方可以住在独自派 因此在独自派的环境和独自派的地方 让独自派到其他旁边的心态 可以处理平衡 我们这个活动的目的就是希望 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 尽量保留这些独居风的潮材 而且最近都市里面发现 虎头风很多 虎头风的实性 跟独居风很类似 幼虫都是吃肉的 所以他会抓虫 成虫是仿花西蜜 你在城市里面独居风越少 是不是食源就会留下越多 虎头风之类的社会性风 当然就会进来 这是一定的 所以我们如果让独居风的族群 在城市里面比较扩大 是不是相对的 虎头风这一类有攻击性的风 长脚风虎头风就会比较少 这个活动里面除了说 就是去架设独居风旅馆以外 我们还会去把整个树的 整个土壤栖地做一个改善 就是包含等下会做落叶胶囊 然后还有枝叶圆埔化等等 就是让它的这个土壤可以更保水 然后吸引一些土壤生物来这边 使用这些枯枝若叶 然后也吸引独居风来这边居住 这家活动由台湾破色沙 三种籽学会 与优先环境的生活 离山离海港祖舍 来到新岁 财政地图的龙本来 基本为独居风 他们做起来的所在DIY活动 他们处在台湾 听完后 钢苏改随医疗 这一天开始当手 在龙本来 聚打手和打手机 并且属性利用会稍微没在 做相够吸引狗要担心 以并为够吸引狗 对其他驾的所在 刷到新岁都往着保护 直接来听 了解 直接看 不是光是上课 听课这样而已 还有实坐 对 实坐是最有用的 我们本身其实有养风 但是其实我们对独居风很有兴趣 我们有在推广独居风 所以观摩一下大家怎么做 独居风在我们都市里面 其实比较难找得到可以居住的地方 因為它就是需要一些樹木樹枝的孔洞去居住 所以我們就是做的獨居峰旅館裡面 就是有做了很多孔洞 讓它可以有居住的地方 那我們的獨居峰旅館 都是用廢棄的木棧板去製作 選擇在這裡的目的是希望 能夠在這些物種消失之前 先給它一個好的棲地 它留下來 未來這邊大量都市化之後 這裡很有可能會成為生態的綠洲 很多物種可以保留在這裡 因為我們整個做資源圓埔化 這種生態漆地的功能 它不是只有獨居峰會利用 它有很多包括土壤生物 包括昆蟲 甚至包括動物它都會利用 台灣破色沙三種紙條會標示 高騎蚌到一般蜜蚌有受粉淋裂 但是在市外的社區和主體區當中 沒有一個優先的騎索 讓它們好睡 因為當手機到斷補 都被人為是飛去不清理住 所以在高騎蚌在城市來 要找到大的地方非常不容易 他們出席的這處多年 沒有這環境即將來為高騎蚌 他們做一個可以安心臨命騎的地方 記者 蕭建委新市區 蔡翁伯德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